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明朝的唐人,也就是我们平时组称的唐伯虎。 唐伯虎是明朝的四大画家,他和神舟、文征明和囚英并称明的四大家。 亦都是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的一个存在,这些书文化都能够创作。 传说唐伯虎有九个妻子,但实际上在历史考证只有三个妻子。 袁佩徐氏是徐彦瑞的次女,徐氏死后就找了何氏组园去娶第二个。 但后来因为科长武蔽案,就自暴自弃,结果何氏和他离议。 后来再续取一个妓女沈狗娘,陪伴他过世。 他们两个人亦有一个十岁的女儿,但资料比较缺乏。 所以跟之前的电影是相差甚远的。 小说家就穿作附会,写了一些《点秋香》的故事。 实际上其实是改编于明朝《黄同鬼》的一个笔记小说《议谈》里面。 后来在警势通言冯梦龙里面,就将他改成了《三少恩怨》。 只是大家作为一个茶余饭后的事,就不要当真了。 而实际上本身他是出身一个平凡商人的家庭,家里有经营酒馆的。 不过他就特意邀请了一些老师来教唐伯父,希望他能够提振家门。 虽然他的环境不是什么书香世家,令到他有少少浪荡不检的性格产生。 16岁的时候,他和府原的学生,一个张宁,曾赤裸上身, 就在赤裸那里击水相斗,快打水战,这就是年轻人喜欢玩的。 但也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天才,被以为神童。 在29岁初次考乡这个乡试的时候,就考到解缘了,也就是得到第一名。 令到当时的大学士程敏正对他的才气大为上升。 他在24岁的时候就很可惜,爸爸、妻子、妈妈、妹妹一年之内就相继过世, 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而他基本上呢,令到他在过程当中呢,就很痛心,就写了白发师。 就自述因为家庭剧变年轻的时候已经长出来的白发, 最后就只剩下弟弟和他相依为名。 但是后来呢,就出现了科长舞弊案。 这个科长舞弊案就是,其实话说他当时的乡试考试, 然后他就上京去考试,而刚刚撞着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正。 而当时呢,就被其他人呢,就将说呢, 控告说程敏正事先将试题洩露了给唐伯虎。 那这个的内情呢,就影响非常之大了。 那当然,不同的史料里面呢,其实记载都有不同的。 有些就是说他的朋友贿赂, 有些就是说唐伯虎去贿赂。 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实这件事唐伯虎是无辜的。 只是因为他和程敏正有私交,结果就被捲入政治斗争。 结果就惨地取消资格。 那么呢,他最后就被贬为一个的利员。 我们中国人有官和利之间,其实所谓的利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官员旁边的密书处理那些工作, 或者是帮他执行的命令。 那有些像如果你有看过包青天的话呢, 那就是他旁边的公孙先生呢,就是属于这个利的意思。 那但是利呢,就不能够再去考科据的了。 那就是你终身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你不能够坐上去做大官的了。 那所以唐伯虎因为这样呢, 他希望有功名, 让名于世的志向就彻底粉碎了。 那但是当年也都面对他的生计问题了。 那所以他曾经写过这个万庆十首诗, 其中一首呢,就很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他说十载年华梦一场, 这十年发了一个很繁华的梦, 希望做大官。 都将心事附仓浪, 自己的心事呢,好像那些浪那样, 已经扔他出海了。 耐元光武王金进, 南国飘零白发掌。 这里就是了。 自己呢,就很开心, 但是呢,都已经是花了些钱了。 那自己呢, 在这个南国飘零, 去了南方地方呢, 那白头发都出来了。 那这个舞弊案之后, 唐伯虎呢, 他呢,就开始将他的放狼性格 完全这样发挥了。 以诗、酒、歌忌自己尋任。 那同时都不再去做这个理的职位了。 就是文书工作都不做, 生活就陷入困难。 引致到呢, 弟弟跟他睡家, 第二任妻子又跟他反目。 三十八岁的时候, 唐伯虎呢, 在四方远游之后呢, 就定居于苏州的桃花屋。 也都改名为桃花庵。 自己呢, 就说自己是桃花阴主。 那就开始创作大量的, 优秀的画作。 以山水画、人物画, 以至到百了朝凤陶文明于世。 那就以买画为生了。 那就开始呢, 描绘很多女性的生活, 从而获得风流才子的名誉。 那在正德九年的时候, 凌王呢, 神豪呢, 意图谋反, 四处招兵买马, 吉纳言士, 开始去找人了。 而当时, 凌王也都仰慕唐伯虎的才华, 派人去苏州, 打算重金礼拼他。 那所以, 当时唐伯虎呢, 就去到南京, 就接受了凌王的礼代半年。 但是他很快就察觉到, 原来凌王呢, 是想造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假装发狂发狂, 就故意拿露形, 在不守瑜伽的礼似, 以求被王。 那就是扮丁佬, 最终就被凌王放他回去苏州了。 那也是对的, 因为呢, 凌王后来呢, 就被这个黄阳明, 带兵是平定了的。 那所以, 幸好他走得快, 要不然呢, 就有冒犯罪, 可能名字都没有了。 那, 那唐伯虎在南昌那里回去之后呢, 又要恢復卖画的贫穷生活了。 那他曾经又写过这一首诗去表达自己, 十朝风雨苦昏迷, 八口凄老并告基, 就是说自己多么窮困。 家人呢, 一家八口都很肚饿了。 顺势老天真气我, 无人来买线头丝。 唉, 真是惨了, 无人来买我的线头丝, 因为他画画都画在线上面, 写字上面。 那有学者考证过呢, 那他一生的确是好走好息的, 也都即有肺病, 所以晚年肺病是加深至死, 所以导致他54岁就已经死了。 而他亦都没有儿子的, 所以都香灯短绝。 那总其一生, 其实很多命运就像跟他开玩笑那样。 天生是一个天才, 很出名, 但是后来24岁就家破人亡。 本来以为才华可以名成美咒, 但可惜卷入政治船窝, 变了科长舞弊被人取消资格, 结果就要埋话为生。 走私自放, 就老倒而死。 而他的艺术成就非常之高, 和岑周文称名, 酬英并称名四大家。 而唐伯虎是五派的代表人物, 五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是江苏浙江一带, 就是以前的五国, 智成一家。 先从跟岑周学画的四大家, 得到五派的封纳。 后来就再从软体画高手周晨那里, 学了南宋软体画牌的特色。 最后还融会了元代画家王公望的不法, 另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 后世评据为以北宋画为中, 南宋画为骨, 加入原画之韻, 明画之茅, 成为了一个独具风格的画家。 这一幅就是他在十七岁时候画的一幅, 叫做精寿堂图卷。 画中的线条就近似南宋那种比较细利的不足, 也有原画法的柔和, 你看到整幅画画得非常柔和, 融合了送完两种风格在画上。 另外一幅就叫做款殻图, 意思是款待那只壳, 你看到它就坐在那里, 那只壳就走过来, 去那里了。 这一首诗是他二十三岁时候画的, 其实原画那幅图是很大的, 你看到这里他将焦点放大给你看, 它怎样款待那只壳, 就采用了南宋苑体派的构图方式, 这一个, 就为一角的半边之境, 而不是猿人山水画那种全景构图, 那是其中一个角落头, 跟着就去表现出来的。 而他的艺术特色呢, 其实就是构图是比较开朗的, 取景是比较厄要精准的, 也都不会形成迫速之感的, 采取很多流白, 用烟云分隔的方式, 都是一些中国画影响后世的手段, 而同一幅画的画风是不足多变的, 他的山水画是兼南北的画法, 互相捕捉, 一定程度避免了他们原本的缺陷, 往往都会提示在上面, 而这一幅你见到, 就是涵关涉溪的画来的, 叫做, 画人物也是他很出色的, 这些人物画, 视女图也是, 画女性就画得特别漂亮的, 你见到他, 他也可以画繪画史上面, 第一个去画社会底层女性的一个人的画家, 那你见到他的视女大致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种就是线条精细, 设色浓艳, 描写女性体貌端庄美丽的方式, 用三白发来去画她面部的一些鲜美的地方, 而另外一种就是属于线条较为疏的, 设色浅淡一些, 捕捉女性特定的神态和动作, 亦都寄予一己的性情在里头, 这一幅就是他的秋风执线图, 亦都是相当之滑美的图,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和你分享其他人物。